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何人要做一些其他人眼中看为不好的事 首先都要为自己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 正如普京要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 都要为自己的出兵加上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借口 说什么俄罗斯的计划不包括占领乌克兰 而是要将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税化 听来好像对方才是野心勃勃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的独裁者 而当面对批评的时候 就将这些言论当作假新闻 恶人先告状 似乎都是一些人做坏事的时候很喜欢用的法宝 因为对方是坏人 所以我就可以不择手段来对付他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结果假借正义之名 而做不义之事的例子 可以说周围都是 而一些旁观者 有时只是执着受害人 或者受害国家 某一些做得不太好的小折 将他无限地放大 掩盖了他们本身被无理侵害的事实 甚至对他们的不幸处境行灾乐祸 虽然普京的侵略行为 令俄罗斯在国际上 已经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哭打的情况 甚至俄罗斯国内也有不少人 冒着很大的风险 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不义的战争 但很不幸的是 在网上仍然有一些人 包括了一些中国人 为普京要搖旗立喊 将他当作英雄 虽然公道一些说 他们是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 大家也不需要一触高 打一船人 以为所有中国人 都用这种冷血地看待 其他人不幸的心态 不过要避免其他人都以为 中国人支持这种侵略行为 就要有更多人站出来 向战争说不 向侵略说不 其实近代中国人是最明白 外国侵略者 对中国人造成的苦难 由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 到日本侵华 不少外国的侵略者 都举起要改变中国的野蛮落后 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这些伟大的口号 或者利用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这些作为挑起自己国民情绪 去合理化侵略战争的借口 当面对不宜的战争 其实我们是没有中立的空间 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拉的朋友叫麦索里尼 东条英基 今天究竟普京的朋友是谁呢 哪个国家要做侵略者的朋友呢 今时今日不和侵略者割席 将来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被人打骂 另一方面 在面对侵略者 野心家为人类带来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不反省一下 究竟暴君和大独裁者是如何被练成的呢? 任何国家 若当人民对统治者奉虐神明 不敢怀疑伟大领袖的决定 将反对领袖的言论 当作危害国家安全 将不认同国家某些外交政策 当作勾结外国势力 将组织其他人起身 用和平的方式反对 也当作是扰乱社会秩序 将报道和批评政府某些施政 当作发布假新闻 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报俄罗斯的后尘 成为培养独裁者的温床 暴君的性格很大程度是天生的 但培养成为暴君 需要一大班喜欢对最高领袖 阿渔奉承 从来不敢说不的政治投机者 和一大班放弃独立思考 只会西瓜靠大边 盲目跟从的群众 国际政治是非常复杂的 不同的国家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盘算 西方国家不见得真正大意想言 自己国家的利益 特别是当政者本身的政治前途 往往才是最优先的考虑 很多对乌克兰的支持 都是口谓而实不致的 不过 无论如何都好 都有条底线 就是要谴责侵略的行为 反对任何人发动涂炭生灵的战争 任何漠视生命 杀害无辜的行为 无论说到多动听 为大家描绘多美丽的蓝图 其实都只是伟大的谎言 在谎言面前沉默 就好像为谎言背书 最终自己也会成为 谎言的受害者 当看到乌克兰人在侵略者面前勇敢地继续发声 俄罗斯人也冒着巨大的风险 站出来抗议 我们在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和威胁的地方 更加没有理由沉默 要继续向无论是外国或本身的政权 任何不合理 特别是漠视生命 踐踏人权的行为说不 不要被暴政、暴君有适合生长的土壤 免得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将来要生活在暴政当中 而作为基督徒 经常要谈记的是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暂罪人的道路 不助舍万人的座位